欢迎感谢大家又来到我的小视频 如果您喜欢,请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下一期就可以准确及时的找到我了 在前面的视频里,我们从皮肤的结构特点上了解到 护肤、美颜要从适合自己的洗面产品的选择开始 洗脸并不简单 既要达到清洁,也要注意保护皮脂膜和角质层 之后还要用化妆水,为皮肤补水、保湿 使皮肤柔润、饱满 同时也帮助改善一些细小的皱纹 但是化妆水的成分,大约80%都是水 虽然很多化妆水里也配合了一些保湿的成分 但还毕竟有限 所以需要另一个角色出场 那就是乳液 但是差一个话题 就是近十年来,日本流行一个词叫普七普拉 这是一个合成流行语 普七日语是小的意思 普拉是来自英语price 价格这个词的前半部分的日语发音 普拉 这个词反映了市场这些年来的消费走向 低价格,但性能不减的商品成为消费者喜欢的主流 化妆品市场也不例外 普通的药妆店里 各种各样的普七普拉化妆品 非常丰富 化妆水 乳液也是这样 乳液的作用 一方面是覆盖锁住化妆水 加强保湿效果 另一方面 因为它的主要成分 是保湿因子的一种 塞拉密等 细胞间脂质 所以会进一步补充加强皮肤角质层的保水作用 对于干燥型皮肤非常有益处 在护肤美颜的产品中 还有一个就是精华素系列 日语叫Bioek 美容液 美容液的成分 主要是从植物 比如芦荟 金斩花 甘草里 提取浓缩的 有保湿 并加强细胞活性 抗氧化的作用成分 也有从动物的甘油 提取浓缩的成分 最近比较火的 还有鸡蛋壳膜美容液 就是从鸡蛋壳里的那层膜 提取浓缩一些有效成分 研究发现 鸡蛋壳膜成分的10%到14%是氨基酸里的光氨酸 当然也含有其他的氨基酸和三型胶原蛋白 美容液的作用 是用在局部加强的 比如额头 眼周围 鼻唇膏 等等 这些皱纹明显的部位 主要是为了 驱皱 抗氧化 防止外线 驱斑 美白的 因为美容液的成分和工艺都比较特殊 所以 再说是普吉普拉 低价格化妆品 这个系列的产品 还是有些小贵的 包装也都是小瓶 也多数用在局部的 谈到护肤美颜 似乎不能避开美的话题 我个人理解的美 是一种和周围形成和谐共处的感觉 就像一个植物 如果仅仅是一个孤立的自我 很难感到它的完美 只有于周围的环境 于蓝天 于河流 形成和弦的时候 才会充分地感到它的美 人不同意植物 就更复杂了 除了本身有动物的属性以外 人还是有情感的 也是社会的 家庭的 心理等等因素的符合体 所以追求美 有着更丰富的含义和影响作用 也更是一个人的生活态度 好 再回到我们护肤美容的话题 还是要从皮肤构造来理解 思维方式可以从加减法的角度 比如防护 就是让已有的好的因素 不要流失 不减少 那么防干燥 防过度的紫外线照射 防过氧化 就可以保持皮肤的湿度 也保护支撑真皮的胶原蛋白 弹性蛋白 不受损 让皮肤柔润 有弹力 再从加法的角度看 我们不断地提到的 胶原蛋白 其实在人体有很多种 占人体总蛋白的 25%到35%的量 不仅在皮肤里 也是软骨 骨骼 肌腱 韧带 等组织的重要构成 那么平日里 饮食中的蛋白的摄取 就十分重要 还有人体的肌肉组织 不仅对面部的表情 支撑很有作用 对身体整体的健康 活力 精神面貌 也都十分重要 所以平素 保持良好的睡眠 体育锻炼 也是不可缺少的细节 总之 生命的美好 是多因素的 争取 不为一个因素烦恼 也不在 细节上 懈怠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为我点赞 和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打开小铃铛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